来到协和发电厂至冰区空荡荡 所有的器具整齐摆放 日前食药署发现台电工厂摆放过期的冰棒原料 记查人员发现现场有存放6公斤的黏着剂 已经在4月25号过期 因为违法食药署依实安法开罚6万元 不过台电澄清这一批原料过期的添加物 并没有加入冰品中对外贩售 我们3月份在制作先制作过程 因为它的制程非常困难 加上它有很多的工项 那很多工项部分 我很担心说在这个使用上 会比较没办法符合我们的食品要求 因为我们在细菌类 还有一些品质管理上非常严苛 那我们担心说这部分在工法 次数比较多的过程 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污染 所以这部分我们为了品质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想说在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要再使用好 台电澄清在今年3月打算要开发新的产品 但事作失败决定不生产 原料却堆放在仓库角落 放到过期因此开罚 虽然有点冤枉 不过台电表示 未来会落实原物料先进先出的原则 我们是有解释说这部分没有使用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存放的部分 是有点缺失 那这部分在经过卫生局的辅导过程 我们开始在做仓库的管理 把每一项物料的先进先用 这部分都开始做管理 以用颜色来管理每一批货 红色进来就红色先用 蓝色进来再来画每一项的 按部就班的使用这些原料 那在不合格或是有缺失的原料部分 我们会放在一个储存区 而不在仓库的食料区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开始严格的把关 台电邪恶发电厂制作冰棒 向来就是便宜又单纯 深受民众喜爱 这一回被发现有过期的添加物 台电说未来对于原物料管理 会更加谨慎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记者黄少铭捷报道 这其实过期